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速度可自行掌握 主要以舒适轻松为主 二 坐着点脚 首先保持坐立的姿势 把两只脚并立抓紧坐椅靠背 以脚尖为支撑点 两只脚一上一下抬起脚跟 落地为一次 一天十次左右即可 三 躺着勾脚尖 平躺 双腿并拢 保持伸直 将脚尖一勾一放 双脚可同时进行 做二十遍即可 年纪偏大 骨质疏松的人 一定要注意用力 否则容易足跟 想说话 却忘记想说啥了 早晚出门总怀一门没锁 手机在手里攥着 就是找不到手机 这些情况常常会发现在中老年人身上 并不是所有的记忆减退 都是老年痴呆 看看你有没有这三项异常 认知功能障碍 老年痴呆患者主要是表现在认知功能障碍 患者多有记忆力下降 判断力下降 对自己进行事 遗忘等情况出现 患者大脑功能明显下降 无法自主判断和分析一些事情 也无法自己外出公务和社交 二 精神不良 出现老年痴呆后患者的精神状态会变得很差 表现为多疑 容易激怒 甚至经常急躁不安 总是多动 部分人还会出现语言能力障碍 经常头晕 睡眠出现障碍 三 行为障碍 在老年痴呆的过程中 患者的行为会受到限制 例如肢体僵硬 不能进出事外活动 生活无法自理 大小便失禁 严重时还会有婚 老年之后身体上的各项生理技能 都会慢慢的衰退 但是身体仍然分泌着手线激素 为前列腺带来很大的麻烦 老年男性容易出现排尿困难 影响正常生活 以下三点一定要多多留意 一 不要憋尿 当老年人有尿意的时候 不要长时间憋着 会让膀胱过度处于充盈状态 减弱了膀胱逼尿激张力 从而让排尿变得异常困难 也不能长时间久坐 会让阴部一直处于受压和冲血状态 增加了排尿的困难度 每坐一个小时就来活动一下 保持规律生活 不能让身体过度劳累 情绪不可过于激动 学会释放压力 以平和的心态来接纳一切 冬季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阳光充足的条件下可以适当的去户外活动一下增强体质 可以通过打太极拳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 三 科学搭配饮食 进入老年阶段 蛋白质吸收和利用率较低 每天要控制脂肪的摄入 多吃绿越蔬菜水果和豆制品 尽量以五谷为主食 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 多使用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尽量借到辛辣刺激食物 防止因为前内线冲洗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在平时需要多多保养自己的子宫 并且还要保持私处的清洁 平时可以在晨起后第一泡尿来判断自己的子宫是否健康 这三种表现可自测 一 排尿比较顺畅 女人的子宫位置距离泌尿系统是非常近的 一旦子宫出现什么问题或患上疾病后 在排尿的时候就会出现痛苦的情况 二 排尿无痛感 如果女性子宫出现问题 那么很有可能会压迫到泌尿系统和生殖道 在排尿的时候总是疼痛的感觉 那么很有可能是泌尿系统和生殖道有感染的现象 出现灼烧感和疼痛感就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 三 尿液无异味 尿液是身体代谢出的多余水分及一些多余物质 一般刚尿住的尿液是没什么异味的 这代表我们子宫相对也是健康的 平时刚说的尿沙味是由于空气氧化而形成的 若刚排出的尿有异味就说明子宫 生理结构比较特殊 由于体质的不同 很多女性可能并不容易怀孕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那些女性怀孕几率比较低 怎么去改善呢 首先手找冰凉的女性 支气寒气都比较重 很多是穿衣问题 太注意风度不注意温度 这类女性怀孕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很多出现痛经的女性也就是公寒 子宫有疾病也会影响受孕 公寒则需要慢慢调理 离不来的 说到女性调理 首先还是要进行锻炼 足够的锻炼可以保证良好的睡觉循环 也能够让身体的湿气和寒气 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主要还可以控制体重 太过于肥胖是影响受孕的 还有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情 情绪会直接影响到内分泌 良好的心情可以让内分泌保持在一个平衡的水平 怀孕的几率也会提高很多 受孕不是急于一时 身体不好则需要多 人都有口腔的问题 大多数牙齿发酸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老年人的牙齿比较敏感 对酸甜的化学性刺激都很敏感 冷水漱口和吃冷饮都很刺激 牙齿内含有丰富的神丁末梢 当暴露后牙齿就会出现敏感症状 请多注意一下以下几点 1.定期洗牙 很多人认为只要坚持刷牙就可以 饮食在牙面上留下痕迹 经细菌作用形成牙弯 单抗每天刷牙是很难清洁的 2.牙齿缺失要及时补 很多老年人掉了一两颗牙都不着急补 等到掉干净了换全口夹牙 也有人认为年纪大了牙掉就掉怕花钱 这会大大影响咀嚼能力 影响消化和吸收 加快磷牙松动和脱落 3.合理应用牙齿 咀嚼可以刺激脱液分泌 清点牙齿和按摩牙齦 促进牙齦血液循环 不要吃一些坚硬的东西 多吃还有钙磷 等多种微量元素的食物 牙齿松动主要 很多人只会认为 胸部只是给宝宝提供服务机器 其实胸部可以决定我们的生命健康 同时也是女人引以为傲的失业线 在生活中 一些不起眼的行为 会让乳房受到伤害 这三样你做了吗? 1.酒坐不动 很多人都会奇怪 做着跟乳房有什么关系? 很多上班族女性 月经前经期常常会剧烈疼痛 这是因为酒坐加上缺乏运动 以致血液循环障碍 而且气血不足 则是乳房衰老的主要原因 当你觉得呼吸越来越浅 血液循环渐渐渐渐慢的时候 乳房会减少充气感 导致乳房下垂 2.暴毙 这是一个对乳房尤其不利的姿势 女性长期暴毙 会对乳房两侧形成严重的压迫 久而久之 在外力的受压下变形 严重影响乳腺发育 还会使乳房 失去活源坚挺的曲线 一定要改掉这个坏习惯 3.爱生气 情绪不好 会让女性产生各种焦虑 患乳腺增生和节节的绝大多数 是豆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生 从中医来看 红色食物有养心的作用 不过红豆的营养价值远不止如此 红豆粥 红豆粥 还富含蛋白质 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帮助胰岛素代谢体内的血糖 红豆还含有多酸类化合物 具有抗氧化性 可以帮助降低血糖 而红豆是一种低血糖的生成指数的食物 糖尿病人食用后不会增加血糖水平 红豆虽好 但是糖尿病患者食用还是有讲究的 可以将燕麦一起煮粥 或是直接将红豆焖煮之后喝红豆水 在食用红豆的时候不要加糖 否则不仅不会降糖 反而会持血糖指数 主要是产于东半球热带 亚热带具有低热量低脂肪和高纤维的特点 抹浴卫心 清寒 有解毒 消肿化痰等多种功能 能医治烫伤 膳气 肿毒等症状 现代科学使我们对抹浴有了更多认知 逐步明确了抹浴的基本功能 降脂作用 抹浴能降低血清 胆固醇和三鲜干油 可以有效的减轻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 预防便秘 葡萄甘露聚糖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和分量 加快清除肠壁上的沉积物 被人们所称为人体中的清导服 改善糖类代现 抹浴中的葡萄甘露聚糖相对分子质量大 粘性高 能延缓葡萄糖的吸收 有效控制餐后血糖升高 从而减轻胰岛素的负担 增强免疫 它能促进肠道内有益微生物的生长 减少有毒发酵物及有害细菌酶的产生 提高钙 铁吸收利用率 可增加低体免疫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